成都锦江河畔的旺江公园 它不仅是成都地区人们喜欢的一座公园 也是港澳台以及国外的一些朋友 非常喜欢的一座公园 因为这里是唐朝著名女诗人薛涛的纪念地 里面有著名的旺江楼、卓景楼等古建筑群 这些都是全国重点文物 纪念薛涛的主要遗迹薛涛景还有薛涛墓 一幅奇特的对联更是让人称奇 几百年来只有上联 下联一直没有被对出来 这些都是吸引人们 慕名来旺江公园的因素之一 更主要的是 人们一直认为这里是薛涛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这里到底是不是薛涛在唐朝居住的地方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座公园 一进入公园就被这里翠绿的各种品类的竹子所包围 旺江公园它是全国竹子品种最多的公园 整个公园它分为观光休闲区和文物区 我们进入的这里是文物区 文物区它是需要购买门票的 观光和休闲的那一边是免费的 这个季节是白露繁殖的季节 在这里能看到很多的白露 薛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薛涛是唐代四大女士人之一 也是鼠中四大残局 父亲在京城长安做官 学识渊博很正直 从小就教薛涛读书写诗 薛涛聪明过人 八岁就可以淫诗 由于其父为人正直 敢于说真话 得罪了当朝的权贵 被贬到了四川 在四川做了几年官 后来由于染上了病 命丧黄泉 那个时候薛涛才十四岁 父亲去世后 薛涛母女俩 生活立刻就陷入了困境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薛涛十六岁加入了月集 月集也就是相当于 从事娱乐方面的一些活动 在古代是比较受歧视的一个行业 竹林深处 这里有一尊薛涛像 这尊薛涛像是1984年建成的 高有三米是由汉白玉雕成 加入月集之后 由于才艺辞令和见识 都是他的长处 所以在娱乐场中 他与当时许多著名的诗人都有来往 像唐朝大诗人 白居易 刘雨夕杜牧 袁真等等都有往来 特别是于袁真 还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不过最终没有结果 使得他蜿蜒 灰色道袍加深 在成都安详去世 他还留下了流传千年的造纸记忆 学涛千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 旺江公园的古建筑群 这里就有非常出名的旺江楼 灼井楼 眼前的这栋古建筑是灼井楼 整座古建筑全实木结构 两层三间形状略似船型 四周有回廊 始建于清朝嘉庆19年 也就是1814年 期间毁于冰灾 光徐15年重建 也就是1898年重建 一楼呈现的是民国时期 成都喝茶的传统茶馆 盖碗茶 竹椅 竹筒摇水 这些木桌大都是清朝时期的 每一件都可以说是精品 二楼上的回廊吸引很多朋友 来这里拍古装 或者是拍婚纱照 站在回廊上 能看到景江 画面非常美 这个方向是成都古代迎来送往的水码头 达官贵人 出川入川走水路 都是在这里登船 经华阳到乐山 我们也可以想象当年薛涛 吟宋白居易 袁真 杜牧 刘玉熙等师友 这里也是必经之路啊 近代时期 宋美玲 郭墨若 巴金都在此艳客小夕过 站在回廊上 看对面的望江楼 也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画面 据传卓景楼是后人为了纪念薛涛 席别密有原真 依依不舍之情而修建的 在这里有一点要注意 这里只有崇利阁这个名称 但是并没有看得到望江楼这个名称 实际上崇利阁就是望江楼 是成都历史文化名称的标志性建筑 因临江而建 所以民间称其为望江楼 崇利阁修建于光绪十五年 也就是1889年 全楼高27.9米 总共有四层 一二层为四面 三四层为八面 寓意四平八稳 四面八方 在第一楼 这里还有一幅对联 是全国三大常年之一 清代江金才子 中祖分的212字常年 比昆明大观楼上的常年 还要多32个字 据这里的史料记载 崇利阁的前身 这里是回南塔 回南塔在明朝崇祯17年毁于战乱 后来蜀中一直文风不整 所以修建了此楼以祭文风 崇利阁的二楼 这里有一幅对联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幅对联 上联是旺江楼旺江流 旺江楼上旺江流 江流千古 江流千古 再来看一下夏联 海边上没有字 空的 这个就是崇利阁的一幅奇连 只有上联没有夏联 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说这幅对联是清代的一位江南才子 在登临旺江楼的时候 看到岩江景色美不胜收 一时起信就写下了上联 沉醉于上联的意境中 夏联怎么也写不称义 只能是爆喊将上联输于旺江楼上 一百多年来 这幅对联吸引了千千万万的多数人来这里对应 但都不如意 如果你也想展示一下你的文采 也来试一下夏联吧 崇利阁的旁边 这里是吟诗楼 吟诗楼是建于清光绪25年 也就是1899年 一楼三叠 翘脚飞檐 四面长轩 风格很别致 在第一楼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 如果此场景在唐朝真的是实现了的话 那可是文坛上的一个奇葩 薛涛 元真 白居易 刘玉熙 杜牧等诗人在一起吟诗佐福 其实吟诗楼最早并不是建于光绪年间 而是建于清朝的嘉庆年间 当时的吟诗楼并不是在这里 而是在薛涛晚年居住在成都的B基坊 为吟诗而修建的 不过那处楼早已不存在了 到清代薛涛景正式成为了女诗人纪念之地后 才在这里建了吟诗楼 薛涛除了是著名的诗人以外 也是中国文化事业史上的一个工程 这主要就表现在薛涛签 薛涛以前的唐代 纸签主要就是用于抄写经书 但是篇幅很大 唐代的诗多为短小 用抄写经书的纸签显得有些浪费 于是薛涛就自制了一种深红色的小签 后人就称这种为薛涛签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里是薛涛景 是纪念薛涛的主要遗集 也是旺江公园里面最古老的遗集之一 薛涛当年制作薛涛签时 用的水是不是就是出自于这口井呢 其实薛涛生前制签的那口井 并不是这里的这口井 这口井是在明代的时候 属县王珠春 为了纪念薛涛 在这里打井建造制造薛涛签的作坊 仿制薛涛签 由于这口水的水制好 每年制出来的薛涛签 除了精选一部分交供朝廷以外 余下的就自己存下来 由此可见薛涛签非常珍贵 在这一片竹林的深处隐藏有一座墓 那里就是薛涛墓 这里的薛涛墓就是薛涛真实的墓吗 我们来看一看 一般不可动文物 薛涛墓的规模不大 风土很小 其实薛涛生前并没有居住在这里 而是居住在幻花溪畔 晚年居住在成都城西的笔基坊 也就是现在的金丝街附近 只是他去世后葬于成都东门外的井江河畔 也就是我们今天来的这里的井江河畔 不过他真实的墓是在四川大学校园内 可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毁了 这里是在1994年扶制的一座墓 薛涛移居笔基坊后 在那里建了一座银尸楼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银尸楼 独自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 他去世后的第二年唐朝宰相段文昌 还亲手为他提醒了墓志明 这期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